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照片的起起落落 因为灯过 脸泪的心跟着岁月不同 而我有梦 我有泪 灵后春秋谁与过 我有爱憎 我有眷恋 红尘情诗反思心中 而我有梦 我有泪 灵后春秋谁与过 世人看我 一脸相隔 看不到我 背头绳索 最初的心 是守在脸上 安安静静的寂寞 当繁华推进 谁的吃谁的人 借不过公演一幕 我们翻开一本书 长长先兼序言 序陈述著作者之异曲者言 细说慈离的第一集 就是个序 万岁也驾大 他叫序陈远之异的 把战远之异算 特杨远之异的 他叫他 老师 你 你 就 来 我 的 你 你 是 王将 我 你 我的 谢谢王子 我们先看看慈禧出生的时代 军机折子 朕都看了 江南水患 没有常治的办法 黄河夺怀 谁治怀河 红阳作乱 谁凭长矛 英法两国有联军之数 美俄日本垂涎欲滴 咸丰从他父亲手里接下的 是一个被鸦片战争 轰开了门户的大秦朝 国库又快空了 那是他祖父乾隆 在战争上建筑上花掉的 当然 其中还包括 南京条约赔偿的三千万两 咸丰 除了他刚才说的问题之外 还有个大反脑没说 碾乱 今儿个就到这里 退吧 万岁万岁万万岁 满清静观 八旗是精英 是贵族 此时 八旗的女儿 已沦为喜娘 所谓喜娘 大约是给半喜事的 凑凑喜气做作性 或者像现在的电子花车之类 在那个时代 去抛头露面 多多少少是破于生计 八旗秀女 是不准私下恋爱的 可是外国人说 爱情像打喷嚏 不等批准 一个小鹿子就会蠢笑 我蓝姐姐 你跳着蹦着一直冲着我笑 那这会儿呢 当然是我该对你笑了 那不是冲你笑 那是卖笑 美得你 我当然美了 没什么 我蓝姐姐 昨个晚上在后院门口 七月后我能不美吗 我吹死你个小鹿子 我吹死你 我好痛哦 一百四十多个秀女 哪会那么巧就看上你 看上了怎么办 我犯币跟皇上要你 我又看上了皇上呢 啊天哪 慈禧 这是叶和纳拉兰二星馆时才有的名字 咸丰在世之前 他被叫的最多的是兰儿 父亲死了 家道中落 他挺起腰来 上方母亲下西地雷 等着命运的安排 选秀女 额娘 接 满清帝王的后妃 主要取自八旗秀女 从十三岁到十七岁 十七之后 就算御灵太大了 慈禧进宫就是了 十七岁到十七岁 慈禧参选这次有一百四十多个秀女 谁能选上 这是命运的关键时刻 脚中人的心跳是比马蹄还响的 而小男友荣露也确实给他听了不少麻烦 Naturally, 我看了 这个是否又他的一朵 人家从十八哥 不太能许 坏他 阿атели 下 话 儿子 婚女 不太能希望 不太能促 这个是不小的 分不新义 我说我不大 秀女三五个一选 万世爷吉祥 主卫卫们吉祥 王卫们吉祥 报 月和那拉市秀女蓝二 全代耶和那拉家族 跟万世爷上扣隆安 跟主卫们尚请君安 跟王爷敬问君安 兰儿并没有被敬畏天人 初选和美容之后 那么多少女是叫人眼花缭乱的 她这辈选上多少还有点艺术 长毛 洪水 年成不好 你们到京城来投倾不欲 人地生疏 三餐不济告代吴门 苦 事苦 大人 可是荆棘虽近 不容轻忽 把这些率众解答 骚扰有案的人交官论志 官家爱名 良行轻重 自有定夺 大人 流民流民都在流啊 东西漂泊行都不定啊 大家伙挤在这儿 谁叫什么名都不知道啊 苏顺 苏顺 是咸丰年间的要卷 咸丰一死 他也死了 他是死在兰儿的指令之下 那件事震动朝野 你们全体 难脱干系 宋大人 咸丰二年二月入选 五月初九进国 做喜年的姐妹们 特来为他送喜 他能想到来日如何吗 没人有那个本事 宋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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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门一入 深似海 何况宫门 紫禁城对他是非常陌生的 此前 包括儿童时代 他也没有来过宫廷的记录 从他话里听 使戒神多于喜悦的 奴才们 攻复贵人 万事如意 康慨长春 彼后得住 福吉天下 好 贵人请坐 那是誰嗎? 問貴人, 這些是同意深處幾個小領班, 專聽貴人拆遣使喚。 我, 我剛進來, 對園裡, 宮裡不懂不熟不會的地方很多。 貴人太客氣了。 虽然叶和纳拉家 历代有人适应宫廷 可是对我 毕竟是道听途说 今后 让你们扶着 影着 娇着 就是不要 笑着 路遥芝麻利 日久见人心 我在这儿说一句 我不负人 还有 我不犯人 听话要不行万之一 人不负我 我不负人 人若犯我 我必犯人 吉祥金牌 皇上说 进宫就四里 特为拆遣奴才我 从养心殿那边送过来 这在前朝 在往日 还是没有过的事呢 来 他放个县官报喜也要有贺礼 要去见大官 门房都要送红包 选上的秀女 进了宫就是贵人了 宫文是不能白拿的 兰总请起 你 等会儿 就来 拿什么赏给皇上身边的太监呢 他竟然拿出最心爱的浴室 你收了 这是荣露给他的 出手不凡 小安子 兰主 谢谢你来这一趟 这 兰主 这做什么 不能白跑白累 这 那这做怎么行呢 不嫌弃就收下 兰主 这贵重啊 贵重在人 不 一时生无常物 兰主 兰主 奴才可为白来啊 奴才可见了个新贵人 奴才 记住 叶和那拉 兰主 我也记住 小安子送来的荆棋一下 兰棋一下 秀女变成贵人 在民间是大事 在宫中 贵人能过皇上四季 可不容易 这是他的第一次 至关重要 叶和那拉兰二 上寇龙安 祝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起来吧 规矩倒是挺全货的 谢皇上 兰元 兰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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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兰兰 王者之香 名字好 这王者之香 是 我大清开国的皇帝太祖 娶的就是叶赫纳拉家的女儿 亲祖孝慈高皇后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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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辰是 到关十五年 哪天 十月十日 十全十美啊 十月一日我娘肚子就疼了 嗯 十月十日好记 十月一日也好记 好记 头一年 英吉利军舰突入虎门 进破黄埔 后一年 国南武冈 瑶族明殿 女孩子怎么懂这些 听大人说的 进了宫还惯吗 不惯 不惯 宫廷乃是皇上龙廷 养之弥膏 庶民当存敬畏谨慎 所以无惯 哦 尤其入宫以来 无缘见到皇上 更令人忐忑 不知所措 哈哈 对 我懂 嗯 我懂 现在 见到了 男儿英宠得见皇上 更当珍惜皇上的恩倦 知所贵重 知所难得 知所报答 嗯 好 说得好 嗯 不同 跟人不同 嗯 为什么不同 因为锤帘 哈哈 人都一样 见到不同 便不一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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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如春云 眼若秋水 嗯 手也鲜鲜的 手 做多了杂柴苦活 哦 怎么会呢 怎么会呢 嗯 无少也见 故多能比试 哦 论语 无少也见 故多能比试 这段是先皇对我亲自口授的 你在家里念的 在江南 哦 在江南 随父亲住的江南 扬州 阳州 镇江 吴湖 都在长马手里了 好 皇上 请皇汉武 唐宗宋祖 和我朝康茜二世 别人能成就的 皇上也可成就 顺何人也 与何人也 皇上因武圣年 创不适之荣雁 此正其实 你这么想的吗 将军的曼 成为此 是 吴燕 又你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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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美麗的情根 总是藏在梦背后 别触动它一碰就掉落 花谢了后 连北风都灰烬 心如潮起潮落 只偶一锁住 没有 如果要我将你 一生写成一首诗 我不写梦 只写你的说 青春如旧 醉了把你手紧握 带你看山看河 看我今生心影头 以为自己心已尘封 谁知窗外春已浓 依然被情愁热的夜 说着你是我 不是风声清雨中 一生守候 我这不回忆的 咸丰封皇后 封的不是蓝儿 是真儿 这就是后来的慈安太后 因为她住在东六宫 所以也叫东太后 慈禧 住在西六宫 就相对的叫西太后 两宫之间传说很多 其中包括 致命的密诏 男女的绯闻 诠释的轻压 和暴死的疑惑 大致上 不可信的 我们不去 咸丰拉正儿为皇后 是咸丰的念旧 他还没当皇上 正儿就视他与前邸 皇上吉下 嗯 吉胶 来跟我走 多走 是男儿还是女儿 今年秉辰, 臣笑容 恭喜皇上, 欠我大清 皇上教的, 又是吃飯 又是奉水果 萬聖爺是 有求於你 折此蓁兒 蓁兒, 你得答應 想了很久了, 只有你和諧 什麼 照應嵐兒 宮裡那麼多人 都不如你嗎 別人是差事 你會有心 蓁兒, 沒生過孩子 那是老天爺 沒看見你的慈愛 安詳 皇上誇獎 皇上誇獎 我 尊敬 我 好, 父母 没有 皇朝衰败 连儿女也没有吗 不是怪你 我帮兰儿 我帮他好好把龙子生下来 正 Oliver 他老是待著,坐著,躺著也不好 聽人說,他得要走動走動 開火,心情也要好 心情好,生下來的孩子也是漂亮的 這什麼?這什麼?這什麼? 萬歲炎,你怎麼了? 萬歲炎 是 是尿 尿 尿 在皇上面前撒尿 再淳 再淳 再淳就是後來的同志 是蘭兒所生的龍子 後來的皇帝,同志光緒都這麼叫他 皇上,你的老百姓一樣 這麼小的孩子要三百九塊 小哥 來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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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的 報完 同志八年 在淳當皇帝 叫人在濟南看了小安子的頭 那是後話 把天津條約公開出來 給全國人看,給全世界人看 天下有敵人簽這樣不平等的條約 殷吉利要這個,要那個 到底還要什麼? 還要九龍 九龍不是拿去了嗎? 拿去 殷吉利認為那是舊界 如今他們要新界 那麼小個九龍 他們拿去能做什麼呢? 看他變戲法吧 看他能把九龍變成什麼樣 等著吧 我們大清一定把香港拿回來 九龍拿回來 我們常說 關起門來做皇上 門一打開 不得了 洋槍大炮 兼兵立甲 直逼而來 我們做戲做得最好 與其術 重提往日的赤裏 不如說 盼望今日的滋情 全全之幸 與您共演 王爺大人 不得了 不得了 誰差你來了? 是誰差你來的? 孫王和聖寶大人 什麼不得了? 印法洋人打到了北塘白河 部隊呢? 孫王的部隊全軍覆沒 蒙古馬隊全打散了 打死了 聖寶呢? 始告書 咸豐孕嬌養酒 不好 劇場 他身體也不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英法联居兵临城下 先锋只有一走转进热河 热河在蒙古高原和华北平原衔接地带 离北京四五百里 那里有个建筑讲究的避暑山庄 从他祖父嘉庆在避暑山庄驾峰 四十年前没有皇帝去过 京城就交给他弟公亲王 去和外国人打交道 天不变有 往事泪泪沉不动 而雨情曲折住 有心的人会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避暑山庄又叫热河行宫 闲风带来的 有妻儿与众臣 有扬兵烧毁圆明园的噩耗 有破碎的伤口 破碎的清津 高楼当刺业 叹息未阴险 李白的这两句诗 用在这里正好 仪贵妃吉祥 我听皇后说 皇上不准任何人走近 是 万岁爷是怎么交代的 我跟大阿哥过去陪他 奴才去请示 不必了 皇上一个人在池边喝酒 万一喝醉了 有个什么闪失 你们怎么交代 奴才只要走近 万岁爷就发脾气 那是你们不会伺候 闪开 你们两个在这儿候着 炸 我说过了 我要一个人静一静 妈妈 一个人喝酒闪月 不如一家人团圆闪月来得好 皇上是不是呢 比起他的新人顺康雍前 咸风或许缺少点雄才大略 可是 北洋仪拧出紫禁城的 他却是第一个 这口气 他咽不下 大和牛 怎么了 怕 你怕黄阿玛喝醉 还是怕月亮不再圆了 皇上不会喝醉的 醉不及天子 六月初九 是咸风的生日 偏偏在朝臣的祝寿声中 皇上不遇 皇上不遇 依寇手 不遇两个字 用在皇上身上 就是并未通知单 请 阿玛 等一等 快 走 皇上 皇上 苍天为鉴 臣等 一定不负皇上所托 靖河 他们八个 就是你的顾命拔大臣 你去见一见 向他们做个仪 顾命大臣的顾命 就是临终之命 顾就是临走了回顾大臣留下的倾托 都下去吧 都下去吧 好 好 你 这是秦龙爷留下来的 课的是玉赏两个字 请了他 就如同见了我一样 皇上 上面刻的同道堂三个字 是我书斋的名字 我自己留了很久 现在算是给了你了 哪儿叩谢皇上 最后最后 先锋将真儿与兰儿的手 叠合一起 他才说 这样 我就安心了 飞马从京城赶来奔丧的是宫亲王 宫王是咸丰的异母弟弟排行老六 在京城的官场 很多人背地叫他鬼子六 为什么鬼子呢 他跟洋鬼子往来较多 当时的外交部 叫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这个衙门由他负责 他曾经自然之后 要睡一会儿 那么呢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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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来奔丧 同时还有一件更大的事情即将发展 而与他密切研究的是慈禧 什么是杀素水 皇上的年号 臣等几个以上粮妥当 定了奇想两个字 按照组制 不是要等皇上回京 在太和殿举行了登基大典之后 才颁照改元吗 臣以为不能再拖延 妹妹 你看呢 奇想两个倒很吉祥 不过改元事件大事草率不得 年号的定定该有什么规矩 是不是也像上尊氏那样 由军机会同内阁拟定好几个 再由珠比圈定 还是顾名大臣说了就算 这和规矩吗 苏帅 圣母皇太后的话 说的和情礼服组制 你们都听明白了吗 臣听明白了 可是时间紧迫 时间再紧迫也不差这一两天 你们会同军机内阁重新拟定以后 我们再议 回两宫太后 就算会同军机内阁宠宁 也是这两个字 为什么 臣已事先咨询过内阁 内阁并无意义 再说顾名八大臣当中 有四名是军机大臣 他们也一致认同 所以就算在你在意 也无非是谍床驾屋 多此一举 这一回就依了你 请不吝点赞 打赏 速顺该不该杀 不谈小数 就是历史 大家也没有做成共同的结论 做戏 有些题目 攻击看戏的朋友 谈谈了了 也是一种乐趣 杀他这一年 遂在兴有 很多人就把这档事 称作兴有政变 在纯阶下地位 年号没有用奇想 用的是同志 同志有很多意思 其中之一是母子同志 女儿俩同志天下 皇上驾到 皇上驾到 同志 说十六岁 其实才五岁九个月 很多专家在研究这段历史的时候 都用了同志中兴四个字 中兴指的是什么呢 概率的 大家指的是 重用曾国藩左宗堂 免了弘扬和免乱 还有是开始建立了一些近代军货工业 和开放学习外国语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王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皇上万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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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叶 养心殿是两位太后垂帘问政的地方 所谓帘是霸跉黄色沙瓶 一分内外 一分男女 有人说 这是傀儡 不然 学习才能面与傀儡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垂帘不是可以随意指画 随意可否的 垂帘有立法的垂帘章程十一条 公文处理都要盖影 已是负责 丰山水影千百转 慈禧垂帘二十七岁 一个二十七岁的寡母 若说她有多大的权力欲望 不如说 她因亲子之情而孤注一职 这一职 直出了一个四十八年的慈禧时代 直到民国前三年 这四十八年 经过了甲午之战 百日为姓 八国邻居 中国也才在慈禧手里 有了电宝 铁路和大学堂 看慈禧 可以看到 您以前不曾看到的戏 蛮有趣的 今晚我们看完了序 明晚我们再细说从头 谢谢 谢谢